从没见过这么活得出去的女人 费尽心思打扮自己 主动地把自己送到 好色的大领导面前 希望能进入领导的法眼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她已经受够了过去平淡的生活 她要跨越阶级成为上流人士 原来 这个女人本是韩国一个小公务员 在单位里还算个小领导 可天生女强人的做事风格 让她得罪了很多同事和领导 所以不仅多年来 她都意想到的是 她越是有能力 领导反而越开始排挤她 渐渐地她在单位 已经到了混吃等死没有未来的地步 而更让她难受的是 每每她在公司受气回到家 第一眼就看到 丈夫这不学无数的傻样 听到丈夫五音不全的歌声时 她恨不得就上去一个耳光 这么个傻丈夫 不知道是采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忽然被人选成了一员 中文字幕装寂寄 感谢观看